哈囉,歡迎來到單車時代天腳下手術的時間 我是你們說書人小飛哥 那麼今天要來說什麼故事呢 當然就是目前最活熱的環發大賽啦 2017年環發大賽剛結束1-93賽事 目前來到第一個休息時就讓我們快速來瀏覽 這9天到底發生什麼大事吧 今天環發首三賽是從德國渡賽到福奇跑 是個14公里長的個人即時賽 但因為天宇入滑導致許多熊的帥車 包含像Movie Star、Buffer Day以及巴黎梅里達、Issaki 都是殷商退賽的測隊主將 第一戰冠軍就掌握在Sky艦隊副艦長跟SOMAS的手上 而他也穿上首日黃扇 值得一提的就是Sky車隊在總排前是站了四個位置 欸你們這樣子叫大家往後 這樣要怎麼玩啊 第二戰則是沒什麼起伏的平路戰 終點設在比利時的烈日 不意外今天就是一大票中心選手搶中連線碼 最終由Marsel Kitel創作衝衝人群拿下冠軍 同時也是他在環發的第十勝 第三戰起伏較多也將穿越比利時、盧森堡、法國三個國家 終點前有個三級坡相當適合短坡選手的胃口 隨時大家喜歡的Peter Sagan在這裡表現相當優異 甚至在衝刺前一度不勝拖卡 但還是讓他搶了一個冠軍 真是猴塞咧啊 第十勝也是個地形相當平坦的戰 本來以為讓衝刺群的衝衝大家就可以收工啦 沒想到就成為目前爭議最大的一個單戰 為什麼呢? 這是因為終點前Mark Kevin Dich跟Peter Sagan一時肢體碰撞所導致 Kevin Dich硬上退賽 Peter Sagan則是遭到大會喪失資格的懲處 消息一出立刻引起全球車迷正反兩方正鋒相對比賽延殺好幾天 甚至還發起了拒抗環發的運動 不過不過你們知道第四戰的單戰冠軍是誰嗎? Era Dima表示 告別飛飛羊第四戰隔天第五戰就是今年環發首個關鍵單戰戰 Astana一個Fabio Alu在終點前兩公里發動一支關鍵攻勢順利拿下單戰 總盤方面也有所異動 Chris Fumi取代更換雙方成為黃三星主人 欸這根本就是自家人換衣服穿而已吧 接下來回到以平路為主的第六戰 德國中手好手Marcel Ketel也在這裡衝出一勝 今年環發已經累積兩勝 第七戰也是個平路戰 直播起伏稍微多了一點點 不過這一戰也相當有意思 因為這是個差異機機機其實極小的一戰 冠軍Ketel跟第二名Bosan Harkens 向上一根法射距離 嗯這根本就是在比手長的比賽嘛 第八戰開始 進入法國和東方的侏羅山脈 也代表接下來爬坡會越來越多 這一戰被歸來的中等三艦戰且在最後一個爬坡過後 還有十公里的秋靈地躍著喔 因此各隊組將並沒有在今天出手 而是讓年僅24歲的在地車手Kilymogen單飛奪下勝利 接著本來就是今年環發最關鍵也最困難的 第九戰一共有7個爬坡 其中包含3個超級坡 可說是要大家爬不要不要的 同時因為下坡多結局 所以第九戰發生像多事故 包含Sky的Thomas以及BNC的Ruchipot 都因為摔車而退賽 不過這一戰也還是相當精彩 因為可以看到Frumme、Alu、Pate 以及Uran幾乎是用衝刺的方式來搶這個單戰 可說是相當罕見 最終這個單戰就有Uran以邪維茲差距的勝利 而黃三者依舊在Frumme身上 那你說Kwitana跟Kantado呢 誒誒誒誒誒 好 以上就是我們天橋下縮書緩發第一週的簡短回顧 歡迎大家下週繼續收看 掰掰